五十年了 真不容易 恭喜恭喜 还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 公司是叫SBC 然后转变成TCS 然后现在的Miracorp 我现在也赔了公司二十多年了 最大的转变对我来说是 以前公司都会按照我们拍一系列武装片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贺笑九天 我演的 记得吗 会想到以前刚入行的时候 脑子是一片空白 二十二年前 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要学习 还记得每天都是给导演骂 从早骂到晚上 每天都希望今天能不能给导演骂少一点点 反而现在没有他们的那种骂声 反而有点怀念 还有最大的差别是以前的工作时间 比较长 我最高记录是十三天没有回家 就是二十四小时 一直接 一直拍啊拍啊拍啊拍到脑子 那个眼睛都花了 一个字 苦 我告诉你们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电视迷 未来的电视呢 我真的希望有味道 怎么说呢 最主要是看美食节目的时候 如果能闻得到那些美食的味道 那就完美了 我希望未来的五十年 我们会制作更多更精彩的节目 我诚信给大家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感谢观看